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男的 就长得清秀了点 舒服吧 先生 舒服 来 小飞 给我的 听声 听到了 来 在这 你说给我小飞的 是啊 小飞在那儿 这边 在那儿 干什么 过来 过来 看不见 你说你为什么要装男人 装瞎子 能小声点说话吗 你只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装男人 你一个女的跑到男澡堂了 我这不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吗 求你了 你别说了 再说我工作就没了 你这个赚钱养家女伴男装 在这儿男澡堂捏脚 这我能理解 但你装瞎子是为什么呢 我不想看你们的大屁股 你 开起来可以吗 太难看了 来 拿着 戴上 拿着 这钱还给我呀 我萝卜糕做事从来不小气 谢谢 你真是一个好的萝卜糕 我今天帮你多捏一会儿啊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你回来了 听说娘今天又买了一些高档茶叶 这开销可要借鉴点 这样不行啊 那刚好啊 怎么了 没有啊 我算一算 也该到你发薪水的时候了 不是吗 是啊 正好把这些钱 一块交给娘 这哪来这么多钱 我又没有偷 你紧张什么呀 你上工没几天 那不行 你赶紧告诉我 你干什么啦 钱这么好赚啊 你还记得那个孙大嫂吗 她当时不是欠了一笔钱跑了吗 现在人家发财了 但是又不好意思 回来找咱们 就拖了春花 一点一点地把钱还上 再加上我的工钱 就这么多了 够吗 难为她还记着这笔账 行 我进去洗漱一下 好 来 叔叔 我没有告诉你 我在澡堂工作的事 是不想你生气 你不要怪我 走 走不走 走吧 佳音 你 佳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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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月 你没事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来 请 小夕 你干什么那么多金花料呢 你这是在追谁呢 没什么 有没有事儿 你要看耐缝吗 不用了 我家里还有药膏 我擦一下就好了 我看你伤得不轻 反正你也走不了落了 我送你回去吧 那也行 谢谢你啊 我扶你上车 来 慢点 来 小心 走了 让一下 走下啊 让一下 让一下 说吧 又约我来什么事啊 你猜 猜 有什么好猜的 会不会又是什么 挖金矿的事情啊 想不想把那两万五千块 给赚回来 当然想了 废话 做梦都想 你一个月赚 你做什么投资啊 能一个月赚 赚这么多呀 正当投资 我跟你说 你再拿两万五千块出来 我给你赚十万回来 别别别 吃一次亏还不够啊 再好的投资 我也不来了 你没钱了 我当然没钱了 你不是说 说你有金刚钻吗 你把那个金刚钻拿到抵押公司 抵出现金之后 赚到钱 然后再赎回来 好啊你 原来你一直惦记着我那个传家之宝 那个动不动 不行 好了好了好了 不谈钱 谈钱俗气 以后我赚了钱 你来花 这样还差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是午休时间 请问这位夫人您找谁啊 我找唐淑涵 唐淑涵被开除了 淑涵哪 你连个老婆都管不好 我真不知道你在洋行里 怎么跟那些个怀鬼胎的同事相处的 淳孝 淳孝 你去哪儿了 你又大呼小叫她干什么呀 一点规矩都没有 娘 你脚怎么了 来 来 我看看 没事 真没事 我就是出去 走了两圈 就扭到脚了 走 我扶你上药去 别别别 你陪着拿好了 我自己去 小心点啊 你看看你的媳妇 都成什么德行了 我不是故意要跟她过不去 或者是 鸡蛋里挑骨头 她没拧过书 脑筋又不好使 你再不好好管教管教她 你说万一 万一她在外面呢 给你惹出什么麻烦 什么祸的 你怎么收拾啊 夫人 秋香来了 不知道我们家有什么宝贝 三天两头 就把她引到我们家里来 秋香爷 少爷 夫人 对不起 我又打扰了 我刚刚去洋行才知道 二少爷被洋行开除了 所以我就给你过来看看 秋香爷 你说什么 你刚刚说我们舒寒 被洋行给辞退了 嗯 舒寒 秋香爷 你说 是怎么回事啊 啊 你说呀 这 不 孙云 你啊 你别生气啊 这事情跟舒寒没关系 是他洋行的同事陷害了他 陷害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夫人她不知道了 我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 还有你 清清楚楚地知道整件事情 合着我是外人是吧 对不住夫人 是我不好 你当然不好 你每次来能有好事吗 我请问你 你现在还有事吗 没事请回 天秀 送客 舒寒啊 娘 你到底受到什么委屈了呀 够了 舒寒 舒寒是你叫的吗 叫的这么亲人 娘 你以为你是他什么人哪 娘 送客 秋香 你先 秋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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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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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回来 秋香 慢走啊 秋香仪 对不住啊 今天我们秦太过分了 我提他向您道歉 不怪你娘 是我当着她的面 把你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 是我不好 我想我娘要是能像您这样 提亮我 那该多好啊 孩子 以后有不愉快的事 别自己心里憋着 跟我说也一样啊 这点钱 你拿着补贴点家用 不不不 秋香仪 哪能要您的钱呢 你拿着 秋香仪 你不能要 你们俩在干什么 舒寒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好大胆子 你拿我们唐家的钱 给这个下人用 不是这样的 闭嘴 秋香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三天两头都往我家里头跑 这么关心舒寒的事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该不会是 想抢我儿子吧 你是这么想的吧 你别碰我 不要脸的女人 你误会了 你怎么不算青红色白就打人哪 钱是秋香仪给我的 什么 这钱是想给你的 嗯 哼 太可笑了 你这女人 好阴险哪 你居然 想凭着这些钱 来收买我们家舒寒 做你的梦吧 不是 夫人 你怎么能这样 娘 钱 我警告你 我以后再也不想在我家里头见到你 听见没有 舒寒 跟我回来 至少爷 您受委屈了 舒寒 你脚怎么了 别动别动 我自己揉一揉就好了 你这脚踝是怎么伤的 哎呀 我就跟你说了吧 还不是因为那个谢佳音 我今天看见他 要不是我脚崴了 我早就追他去了 我都见他两次了 你怎么一次都没有见到过呀 我 上海那么大 我哪有你那么幸运呀 还见过他两次 你还没跟我说呢 你在外面到底干什么活 我在生平原干活呀 生平原是哪儿 澡堂 什么 澡堂 你跑澡堂去了 那里的男人都不穿衣服 你干嘛去了 哎呀 没事 我又没有帮人搓澡 我光给人捏脚来着 我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 我还用寄组方的水洗眼睛 没啥看见 阿姨 你怎么想呢 你 你给别人捏脚 我一个堂堂大男人 我让老婆去给别人捏脚 这话要是传出 以我脸都丢尽了我 我 我这不 不也想贴不点家用吗 什么 那你瞧不起我了 我没瞧不起你 我 我心疼你 来 我让老婆出去给别人捏脚 委屈你了 那也不是什么委屈 什么 什么 你别生气了 你给我笑一个吗 行不行 怎么笑 你让我现在怎么笑 笑一个吗 笑一个 把牙齿露出来就这么笑 来一个 你要不笑的话 我去给人搓澡 笑了 等一下 别打岔 我话还没问完呢 怎么了 我两次见到谢嘉义 她跟见了鬼一样的跑 她心里头啊 肯定藏着什么事 她瞒着我 到底什么事你说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怎么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呗 干嘛这么不耐烦呀 你明天 别给别人捏酒啊 什么事啊 听见没有啊 听见了 我真心是把你一趟了 诶 甲姨啊 来吃水果 谢谢你啊 又在想姝涵了吧 我哪想他了 你就嘴硬 娘 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一个多月过去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连孩子都没来看过 也许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受 没顾得上 好好的洋行工作 怎么就没有了呢 他把洋行的工作给丢了 我今天正要去洋行找舒寒 才知道他被开除了 我告诉娘 我今天去唐家就多说了几句 那唐夫人的脸色立刻就不好看了 想是有多心了吧 有什么好多心的 这唐夫人也真是的 怎么这么不知道 体谅自己的儿子呢 干娘 您还说我呢 您看看您自己想起舒寒心藤令 这种样子 我想您应该也在心里 把它当成致远了吧 烧米 哇 花卷 来了 葱油包的 这都好吃的 包子 还有这红豆粥 对啊 我熬了一整宿 来 我们几个人呢 能吃得完这么大的分量吗 娘 苏芸也是想试试 能不能把李妈还有老张的活给顶下来 你倒挺有心的 苏芸也是一片好心 来 这是苏芸亲手做的烧卖 您尝尝 尝一个 好吃吗 嗯 还行吧 您再尝尝这个 嗯 这红豆粥我真是熬了一整碗 现在啊 刚刚好 您尝尝 苏芸哪 哎 你今天不是要跟那个 什么英伦洋行的人去面试吗 嗯 我相信我儿子这么有才干 一定会被高薪路用的 哎 肯定的 苏芸 一会儿啊 你呀 得吃六个烧卖 六个 六六大顺哪 娘 您今天哪 吃十个烧卖 这就叫做十全十美 你想撑死我啊 娘 我会尽力的 好 唐先生 加上我们英伦洋行 你已经面试了六家洋行了 哦 是 以我在基石洋行的经验 我保证可以上任归行的工作 如果 真像你所说的 那么 你应该早被前五家洋行给聘走了 唐先生 我们英伦洋行在业界的地位 我想 你应该是清楚的 我劝你啊 找个小洋行历练历练啊 如果经理不准备录用我 不需要浪费那么多口舌 你应该早就被前五家洋行给聘走了 妈 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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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小心 你看他 谁呀 你谁呀 有啥事没事走人 别在这碍事 头儿他或许是来搬东西的 不对 穿成这样找茬的吧 他搬东西呀 我敢用啊 公头 我想找活干 你找活干 就是这样 就你穿成这样还找活干呢 行 可以 我看你怎么干 真的 慢点啊 你看 就是 就他这样搬东西呢 是吧 一个 不就是一个面试吗 怎么还不回来啊 杨 现在饭已经好了 要不 舒寒还没回来 再等等吧 爸爸回来了 爸爸 你怎么才回来啊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我今天到英伦洋行去面试 那个经理啊 一说就跟我说多了 聊个没晚我就回来晚了 那是不是说 他没有请你上班了 哎呀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啦 我就说那个吉时洋行啊 有眼不失惊相遇 走宝啦 现在让英伦洋行 见到我们舒寒这块宝 好 好了 赶紧吃饭吧 别吃别说啊 吃吧 走 来 好 曼青啊 我还以为这阵子你手气不好 不耳牌了呢 哪能啊 这打牌啊 就跟过日子一样 哪能天天都倒霉啊 哎呦 那我们可得小心点啊 那是 满青啊 你这屋子太久没人来玩牌 这屋里气不顺 你得多输点 等养气才行啊 哎呦 瞧你说的 我输钱给你 还要被你消遣 白太太 不是我不愿意请你到我家里来打牌 却是我这个家太小 妙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 哎呦你们听听 这是损我呢还是夸我呢 娘 你这怎么就一只鸡啊 哎呦 你这怎么就一只鸡啊 你懂不懂规矩 人家打牌不能在背后乱说话的 闭嘴 知道了 二饼 我就等这张饼了 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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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了好 你还请文太太吃了一张大饼 这么起来不行呢 那再吃大饼啊 你娘可又翻脸了 不会的 我娘不会这么小气的 对吧娘 你不说话 没有人说你是哑巴 出去 那我这大饼放哪啊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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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看着傻里傻气的 可真逗 以我看哪 这媳妇啊 她就要吃这样的 吐了吧唧的 还挺能找乐的 对吧 还请我们吃大饼呢 还请 谢谢啊 兄弟 这么干下去 铁打的身子也吃不消啊 我没事 还行 真的 小男了 累了吧 就是 抬这么点东西就累了 瞧瞧咱 扛的都是大劲 你偷工减料了吧 谁偷工减料了 说你啊 我搬得一点都不比你们俏 你还省强是吧 行了 够了 好了 兄弟 别往心里去啊 工地上无聊 他们找人结闷呢 没什么花心眼 咱们干活吧 走吧 再给我用 东哥 给 好 兄弟 谢谢啊 他们这些人啊 没什么花心眼啊 是 是吧 老秦啊 你过去吧 好 来 冬哥 兄弟 我看你在我这儿啊 也干了十来天了 也砸回了不少东西 我是没关系 可我没法跟老板交代啊 这样 您从我的工钱里面扣 就你这点工钱 扣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再说了 你每天穿着这身衣服 下了班就穿回去 我不知道你是来演戏的 还是来干活的 您去扣我的钱吧 我求求您了 让我在这儿干 你记住了 我是为了扣作你损坏的东西 才让你留下来的 好好干吧你 谢谢冬哥 怎么了 没事 别骗我了你 上班太累了是不是 让我来给你拎一下 来 别别别 不用 我怕痒 你什么时候怕痒了 快睡吧 你怎么上班上成这样了 没事 我今天赶电车 不小心扭一下 没事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来来来 赶紧睡 来 她到底干什么去了呀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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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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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东北咋 来了 放那边去 来 注意那边啊 放那儿 快点快点 小心点 这边有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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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搬个东西都搬不过 你干什么呀 你谁呀 干嘛 孙女 别给我丢人了 大爷 他们太欺负人了 谁欺负人了 闭嘴 回去吧 回家说 不要 我要在这儿陪你 回去 走 让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刚才就是他故意办我看 谁办你啊 谁办你啊 别说话了啊 叔韩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啊 听你这么一说 就不像一个寻常人家的人 倒像个有钱人家的少爷 哎 对了 刚才那个女的 怎么看也不像能配得上 像你这样有钱人家的小姐 怎么就成了你老婆了 哎 是 是 我就直说了吧 我说啊 你也别瞒我们了 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就是 是 是 要不然 老是让别人感觉我们在找你查 各位 我真的不是有意傲瞒各位的 这确实不是什么风光的事 我是躺家的二少爷 不过是败家的二少爷 一无是处啊 你说你啊 为什么不早说呢 你要早说了 不过带着大伙一块帮你不就完了 就是啊 是啊 兄弟 但我觉得你真是个爷们 一个堂堂大少爷 能来这儿打工 不意啊 不意啊 可之前啊 我们俩也真是对不起你 真对不起 我们要早知道 就不找你查了 各位 舒涵今天谢谢大家了 谢谢 别客气 别客气 以后啊要有什么事 你说啊 能帮着就帮 就是 对对对 能帮就帮 是 好 谢谢 谢谢 舒涵 舒涵 你怎么还没回家 等你呢 你干嘛到这种地方来做苦力啊 我离开洋行 就在这里找了个活干 可是 没事 这活挺好的 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你的手是用来干重活的吗 你的手是用来画画的 你一个女人家 都能跑到澡堂子里 给别人捏奖去 我一个大男人 我什么不能干 再说 以前说我不懂事 我不明白柴米油盐 不是画画能画出来的 是要靠双手挣出来的 你 那你干什么都行啊 干嘛非要到这种地方 来做苦力呢 我也不想啊 我找遍了所有洋行 没有一家肯要我 你以为我比你笨啊 你别偷寻开心了 你别偷寻开心了 反正我告诉你 从明天开始 你就不能回到这个地方 我陪你一起去找其他的工作 没事 这儿 这儿的人看着挺粗鲁的 其实都不错 跟他们搞好关系啊 他们都挺照顾我的 放心吧 这么大的事 你都瞒着我 而且你辛苦挣的钱 你怎么还 拿去给娘当赌本呢 谁让她是我娘呢 这事不能让娘知道啊 你得瞒着 这事要是让娘知道了 那可就完了 你以为我那么笨呢 我当然不会说了 你从不知道 是怎么行的 不如爱的 却将吃飞 没事 人与你正对 千年的 缘不再缺 因你而完美 晚休静态 却典鸟 我勇不住 情成 沿之眉 诚然有 心 间 憔悴 相见 简 贪之之间 华成 盈焰 人 平风 飘 云 蔓延 好的 这边好看 娘 娘 早啊 娘 早 早啊 娘 早 婷婷上学去了 刚吃完早饭 上学去了 娘 你是要出去啊 对啊 去白太太家 约了几个牌搭子打牌 娘 不是说最近你手气不好吗 要不再歇两天 就是就是 要不就别打了吧 就是手气不好才要再打 我昨天晚上啊 梦到了一大桶的黄金 是个好兆头 所以今天 我一定会赢死他们三个 对了 现在几点了 哦 哦 我忘了带表了 这个 我现在回去拿表 然后去上班 这个金饭碗哪 一定要端好 知道吗 放心吧 娘 记住了啊 娘 祝您好手气啊 会的 会的 那我送送叔韩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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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突然关心起我打牌来了 叔韩 啊 表呢 哎呀 快走吧 别滴滴勾了 免得让人看出来 哎呀 娘在楼上 她看不见 这 这什么呀 档票 哎呀 烦了 这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你把手表当了 你小心点儿啊 知道了 来 来 想不想爸爸呀 为什么你爸爸都不来看你呢 一定是他心情不好 爸爸 我也知道宝弟想爸爸了 来 嗯 乖 爸爸一定会来看你的 干娘 你来得正好 你帮我看着宝弟吧 我想出去一趟 我知道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哎 谢老爷大娶之后 我就出国了 回来之后 我还特意去了有余轩 哎 有余轩 已经不在了 是啊 有余轩 早就收起来了 嗯 当年一月的宝贝 要不是谢老爷对我的栽培 我这个穷小子 哪里有机会 坐得上现在这个位置呢 采哥 既然您这么好 还能念旧情 那我就不瞒您说吧 嗯 今天我来 是想替一个 曾经在您这里工作过的年轻人 求个情 希望您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 哦 你说的是 唐淑涵 你跟唐淑涵有交情吗 我们算是朋友吧 嗯 记得以前 我爹打理生意的时候 经常跟我说 不要因为别人犯了点错误 就开除他 嗯 应该给他第二次机会 嗯 其实采哥 以唐淑涵家里的情况 他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如果您可以大人有大量 给他第二次机会 我相信 他一定会好好报答您 这个东家的 谢老爷生前 这件事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先生 您慢点 小心楼梯 这边请 站好 罗伯高先生 要都像瞎子这样 说不干就不干 我这生意难做呀 领班先生 我请的时间我下来 闭嘴 有事儿啊 黑子 哎 我这生意难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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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夜 喂 高夜 我在这儿算老顾客了 是是 您说的是 行 我在您这儿没脸 不是 您说哪的话呀 您这是 这是脸呢 不是 我们两张脸加一块行吗 你瞧您说的 谢谢房长了啊 您放心啊 我来安排 小子 听见没 罗伯高先生啊 来给你求情了 好好给我伺候着啊 是是是是 给您添麻烦了 领班先生 罗伯高先生 那我先走了 您慢慢享受着 好好伺候着 站着干什么 没听人家说 赶紧过来伺候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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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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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云啊 哎 以后啊 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干 别的不敢说 每次给我吹完腿 捏完脚之后啊 我加倍给你小费 谢谢罗伯高先生 哎 您挣钱是不是太容易了 你说您给小费 说给就给 还给的特别多 赚钱很难吗 赚钱不难吗 我觉得赚钱跟吃饭一样容易啊 我说认真的 我跟你说 我真有这本事啊 我不光能替自己赚钱 我还能替朋友赚钱 啊 说给你听听啊 朋友把钱呢 放到我这儿 这叫本金 我拿这个本金去做投资 投资之后呢 钱生钱越赚越多 哦 不懂 你回吧 钱生钱 钱生钱 要本金 嗯 跟老母记下蛋似的 差不多吧 我知道了 嗯 记住啊 春秀啊 家要看好啊 好的 去去去回来 娘 哎 您去哪儿呀 你倒是去哪儿啊 拿这么大一篮什么东西啊 就上次给您做的 安徽风味的 放了雪菜 油而不腻的包子 嗯 还行吧 还入得了我的口 真的 哎呀 娘 您都快我的包子 那我今天拿着包子去送礼 算是送对了 怎么 你拿这些包子去送你那些老漏堂里的穷邻居啊 不是穷邻居 我那个朋友啊 可有钱了 真的 一个富道人家 交什么新朋友 我那个朋友啊 真的很有钱啊 真的 您看 我今天送他一笼包子 回头他可以给我赚一百人包子的钱 知道吗 哈哈哈哈 这么好的事儿 能让你遇上 真的遇上了娘 行了 不跟你废话多说 我约来人打牌 要迟到了 小姐 左等右等 我好像以为你不来了呢 哎呀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还乡上班应毛 准知准点哪 当然有事了 什么呀 哎呀 法兰西香水 哎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干嘛这么好 没事送我香水 我还有事 还有事儿 当然有事儿了 有什么事儿啊 要死了干什么呀 这什么呀 这个月刚刚赚到的 拿来孝敬你 哦 怎么这么多钱呢 这真的假的呀 我说的话真的假的不知道 但这个钱真的假的 你摸一摸就知道了 好了好了 算你有诚意有良心 你的钱 你的香水 还有你的心意 我统统都收下了 还有我的热情呢 哎呀 讨厌呢 哎 哎 哎 别管他别管他 有人敲门 哎呀 有人敲门 不都说了 别管他呢 你干嘛不去开门 是不是还约了别人 你有另外一个相好啊 我 我只有你一个 就已经够麻烦了 不不不 你什么意思 我哪还有另外一个 我不相信 要不 你帮他见谅我看看 这不是你说的啊 那这样这样的话 你不怕别人看到你在我这儿 我还怕什么 我去吧 好了好了 我先进去回避一下 哎 素语 罗伯高你在家呀 你怎么知道我家住这儿啊 嗯 我也是有本事的人呢 我能问你啊 哎 我还怕你不在家呢 刚好 你看 啊 瞧瞧 安徽的特色包子 刚给你做好的 尝尝 没白给你小飞啊 哈哈 那是 哎 哎 来来来 什么 本金呢 你上回说跟你学投资啊 本金带来了 你就收着吧 我屋里有人 一会儿再说 你屋里哪有人哪 没有人啊 我说有人就有人 哦 哦 嘘 嘘 你看 本子的事情 让你让第三个人知道 好好好 那我先回去了 一个小时之后再回了 哎 好 我知道了 那我一会儿再来啊 嘘 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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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